前首相都是李纳吉涉及的SRC国际公司案 来到第11天的审讯 大马银行分行经理乌马德威再次爆料 指纳吉的户头曾多次透支 但是过后总是有资金汇入透支的户头 而且大马银行也不曾对纳吉的银行户头拉响警报 其他证人也揭露 纳吉曾经支付100万令吉宣传一个大马政策 也曾经支付250万令吉用来收集政治情报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面对的洗钱失信和滥权共七项控罪 今天续审 第21名证人大马银行分行经理乌马德威继续上庭共证 辩方和证人进行交叉盘问时提到 纳吉名下三个银行户头都出现不寻常的现象 其中一次在2015年2月10号 纳吉从其中一个户头转账1000万令吉 到另一个透支的户头 但在同一天也有一笔1000万令吉汇入户头之内 乌马德威指出 即便户头的存额不足 但依然有一些支票从这些户头发出 然后又有款项填补透支的部分 他也同意辩方的说法 开出支票的人可能不知道户头的存款 或者是他们知道即将有一笔钱 汇入有关户头填补透支 此外乌马德威提到 如果出现超过5万令吉的转账 银行就会考虑调查资金用途和来源 但是据他了解 大马银行并没有针对纳吉户头的转账 拉响警报 所有汇款没有受到反洗黑钱 反恐怖主义融资 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的调查 另外第22名证人 也就是索拉赛有限公司的 华裔商人共证实指出 他曾收到纳吉的100万令吉支票 向民众宣传一个大马政策 接着第23名证人 马来商人哈比布透露 纳吉曾经支付250万令吉 作为收集政治情报的费用 用作国阵的政治利益 哈比布相信 有关资金是来自政治现金 当中并没有涉及非法活动 而是为了化解政治危机 铲除政敌 NTV7综合报道